老头被注入蝴蝶基因马上就变业了 下一秒身体里的翅膀就伸了出来 剧烈的疼痛让老头痛苦不语 可他却束手不策 没有办法他只能趴在地上 祈求蝴蝶怪能手下留情 然而蝴蝶怪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只见他举起刀 朝着一具尸体上扎了下去 顿时大量的变异蝴蝶被释放出了 他们准备要附身更多的人类占领地球了 很快蝴蝶就进入了人类的身体 他们像虫蛹一样慢慢地如落 随着处续长出 下一秒一双彩色的蝴蝶翅膀也从男人身体伸出 他也彻底变成了蝴蝶 而此时逆堂看热闹的女人也没弄性命 他也被注入了蝴蝶的基因 背部被蝶刺瞬间穿透 紧接着按彩色的翅膀慢慢地伸了出来 语人强忍剧痛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任由翅膀在背部疯狂地生长 没意味翅膀已经数据成形 随着两对彩色翅膀的显现 语人也成了蝴蝶 意识到危险的女人赶紧冲到房间 祈求能找到解救的办法 可男人也是自身难保 突然女人的脸再次出现变异 整个脸部上的肉都搭拉了下来 就在变异的关键时刻 女人身处贪扰了双手 硬是将吊着的男人给解救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老头趁心不备捅了一刀 在一刀扎进了蝴蝶怪的脖子 老头瞬间就回复了人形 而蝴蝶罐身负重伤 没意味就倒了下去 见蝴蝶怪还未死透 老头爬到她的身上 再次举起雷刃插入了蝴蝶怪的心脏 这下蝴蝶怪吃了一些菜 没意味她就变成一堆蝴蝶后 逃了出去 另一边变异的两人也恢复成了人形 面对橱窗里的准备试验用的蝴蝶 愤怒的男人一拳相起打碎 将它们全部释放了出来 而女人不肯甘示弱将另一边的玻璃敲锥队 就这样两人左一拳右一拳 箱里面的蝴蝶全都放了 殊不知这些蝴蝶已经被蝴蝶怪除清几节 快变异的蝴蝶飞到他们的住宿 不知情的两人却以为是普通的蝴蝶 欣然地走了出去 可刚出门就被蝴蝶包围了起来 没多久他们就被蝴蝶带到了蝴蝶怪的身边 此时的蝴蝶怪已经等候多时 老头不知道蝴蝶怪的灵魂是藏在蝴蝶里 即便他的肉身杀死 但还是可以借助蝴蝶再次重生 而接下来他们将遭受蝴蝶怪疯狂的报复